大家好,我是阿萨社区的朱老师 大家都知道,做交易要想稳定持续的盈利 就必须要磨练好自己的技术 那么做好复旁总结是必不可少的 那想做好复旁,买一个复旁的软件怎么行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好用的MT4复旁插件 这也是我们社区所有老师都在用的一个插件 不管你是想复旁过去某一段时间所有货币率的行情做事 还是想分别复旁15分钟,一小时,四小时的行情 又或是想要在复旁行情的时候模拟交易 查看复旁交易的效果 这个MT4复旁插件统统都能做到,就是这么强大 想要的朋友可以看视频最后说明去凝聚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实际的复旁效果 好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复旁软件的使用 那么首先我们点显示 然后点这里EI交易测试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复旁的一个界面 首先我们选中我们想要使用的一个复旁的插件是第一个 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下这里有一个交易品种 交易品种就是你想复旁哪个品种 这里面有很多选项你可以选择想自己想复旁的那一个就可以 然后呢在右边这里有个时间周期啊就是你想复旁哪个时间周期啊 一小时四小时都可以选啊 然后呢再往下这里有一个日期对不对 那么呢左边这一块啊是开始的日期 右边这一块是结束的日期啊 这个日期就是你想复旁哪个时间段啊 历史之中哪一段行情哪个时间段的行情 在这里选择就可以啊 好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啊模拟一下啊 首先我们选的是欧元啊 然后呢都设置好了 我们就点开始啊 然后点开始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咱们的一个复旁的软件就起用了 再然后呢啊行情没有动 我们需要点一下这样的一个啊 启动键啊行情就开始动了 对不对啊 然后呢再点一下就行情就暂停了 然后左边这个滚条是这样的一个行情走动的速度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设置啊就可以了啊 那么呢左边是慢右边是快啊 右边是快啊 再然后呢朋友们这里我们有几个指令啊 那么呢这里就是模拟做啊 做多单啊我们可以去买多朋友们啊 买多啊然后呢在这里我们点开始啊 然后呢呃 这里是卖单啊中间这里是闭仓啊光仓啊 那么呢这就是这样一个复盘软件的这样一个介绍啊 好了看完上面的视频 大家觉得我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MT4复盘插镜怎么样呢 想要这个插镜的朋友啊 去我们公众号阿萨社区留言啊 复盘插镜就可以联取了 今天呢我就说到这啊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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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